民眾黨全臺選獎首場在臺北立法院登場 而今天十四號在嘉義接續開獎 現場由於場地不大 大約兩百人左右參加 包含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張祈凱 以及前立委蔡碧如等人都到場 民眾黨強調重點放在深入地方傾聽民意 也再度痛批司法無情摧毀柯文哲 一起來聽黃國昌最近說法 你所領導的綠色堂國體制 現在正把台灣撕裂成什麼樣子 賴清德 醒一醒好不好 大家有看過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嗎 沒有 有看過這樣的總統嗎 沒有 殺心下警啊 依照都市計畫的細部計畫 都可以有20%的獎勵容金 柯文哲主席作為市長 他相信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委員的審議 到底是誰說金華城給他20%的獎勵容金 是違法的 黃國昌強調金華城容金率百分之八百四 並沒有違法 還強調柯文哲尊重都委會決議 更不忘痛批賴總統撕裂台灣 而民眾黨接續還會進行全臺宣講行動